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ESG和房地产估值的问题 我自己这样看的 ESG其实就是讲着 如果你跟着这三样东西 在环境、社会和企业集认里面做得好的时候 你那个企业就应该是会可持续声 有一个sustainability在那里 但是有很多企业里面有些人 为了突然想赚一些很大的利润 或者是很短视 他就会造假的 造假是怎样呢 我之前曾经讲过 因为投资银行就很看内部收益率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那么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以看回之前我拍过那个YouTube 他就讲 我就用了一些例子 就讲什么叫IRR 其实IRR呢 就是可以用微调的 微调了之后呢 就会做到一个数字呢 是符合投资者 他们想要的数字 比如假设 原来投资内地的房地产 可能要是25到30 他们才会投的 25到30%才会投的 可能投资水厂 可能要15已经可以了 投资一个主题公园 可能10已经可以了 那么他就会微调一些 里面的因子 即是一些因素 去影响他 好像譬如利率 借钱的成本 或者是资金流出 不同阶段的投放 和那个收入 譬如我买楼的 因为内地就很流行 就是分期开发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那么资金回笼的快慢 就是我卖楼的速度 卖楼的单价 我们可以调整 令到可以做到条数 是很漂亮的 那么曾经有很多内房 内地发展商 是没调过这些数字 去获得一些 银团贷款 最后还不到 令到那个银团受损失 这个是出现过的 那么还有呢 以前也都试过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上市公司 他上市 我很记得以前 应该是在2000年 那么上下 有一个是上了市 后来又是脱牌的 那他说是一个 保龄球的球道 就是做保龄球球场 那么那个 后来他们被人看到的时候 就发现呢 原来就算你一日24小时 全部敷了去打 那条数的收入 都不够他报那条数那么多 就是离谱得那么紧要 那竟然是 那竟然是 但是我们现在 几个月之前 也都抽到 有一些 上了市的 也都有造假 因为 为什么呢 金融市场 是一个很吸人人的地方 有钱的地方 就有财 所以 其實就是唯有教育 第一件事就是道德的教育 第二件事有沒有辦法 做到一些制度 他們跟著這些程序 是可以將事情減少 坦白說 沒可能百分之一百消除 只不過是希望盡量想到一些 有效的方法去減低 因為很有趣 我看過很多proposal都是的 尤其是抗業那些 即是說去開礦 他給過那個 礦的探測報告 一定是說下面有很多含金量 即是那些金有很多下面 你一挖就有了 接著有又是 那此次都是你 真真正硬頭了之後 一下去刮 就永遠都是沒有的 有又是金又是 這些經常都是出現的 即是等於罐頭 說這罐頭值100元 然後傳給120元 然後傳到1000元 原來打開罐頭 原來是臭的 這些事情經常都出現的 我想今天就講大致 就想講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大家去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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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